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子儀式善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三綱領八條文 這個三綱領很重要 大學之道就是學大 人得一叫做大 我們人得到一了 你看那個文字的寫法 是不是人得一啊 就是大 所以我們人要學一啊 得到一 一就是道 知得一萬事必 你知道一啊 萬事啊都畢業了 知道一了嗎 知道了 就是道的本體 所以我們學大 就是要學道的本體 那麼在明明德 那個明德就是我們不生不妹的真心佛心 那上面那兩個在明 就是修啦 因為我們啊明德都已經不光明了 所以要把它修得恢復光明 所以在明明德 然後呢明德了以後啊 在心明 那有的時候在親明啊 都一樣的 做一個心明 不做舊明 舊明呢都是我們那個習性啊 在當家 心明的話 我們佛性在當家 各位現在是習性當家耶 佛性當家 真的喔 那都沒有造業了耶 那很理想耶 都不會受苦了喔 恐怕不是吧 都是習性在當家 有沒有跟人家計較啊 都沒有喔 還有啊 有啊 還說佛性在當家 佛性會跟人家爭嗎 不會喔 對啊 所以我們習性在當家 不要把習性當成佛性 我們用習性來修道修不成道的 一定要用佛性才可以 所以在心明 然後在子於至善 這個至善啊 我們就是要了解 善就又善 叫做至善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啊 都要求起至善 再子於至善 我們知道子了以後 我們呢就可以啊 定 敬 安 立等 就整個都出來了 所以喔 我們修持的功夫啊 在八條目 八條目呢 各位記得嗎 念念看 對 就是這樣 第一個呢就是格物 格物自知 然後誠意正心 修身齊佳 治國品的獎 第一個呢就在格物 那格物啊就是格此物意啊 就是我們心中啊 不要有物欲 心中不要有事情耽擱著 要使心啊清靜 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耶 就要把這個格物啊 做得很徹底 格 心裡面都沒有物 心裡面都沒有事 這樣心就清靜了 心一清靜啊 回到不生不滅的真心佛性啊 本體回來了 這樣聽得懂嗎 會不會格啊 會不會 心裡面喔 有事有物啊 趕快呢把它清除掉 我們就呢 這個追根究底 這個心裡面 住在什麼像 住在形象的話呢 趕快去瞭解 形象的流浪 它是中眼際會才形成的 演技則生演戰就沒了 形象都變化無常 不要住 形象都變了我們還住在 在舊的形象上面 然後造了很多業 發不來的 所以了解說 像是假的 然後事情 事情也是一樣啊 一年機會才有事情啊 一年消失就沒了 所以我們呢 就呢 事來則應 事去則經 怎麼處理啊 我們用真理處理 用真理來處理事情啊 也就是率性而為 沒有造業啊 所以喔 一定要格物 我們心中的物啊 一格了 全部都清淨 清淨的時候啊 才叫自知 我們的良知良人 才真的整得出來 所以我們在凡神用的心啊 都不是我們良知良人 都不是真正的 清淨的本性啊 生發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 先格物 心裡面沒有事情 沒有東西 只要你清淨的時候啊 那個知啊 正知正見 就呈現 那麼正知正見呢 也就是佛知佛見 那個很重要 它呢不會啊 讓我們造業 可是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要喔 欸 這樣做 物格了 心清淨了 知啊 就是正確 正知正見 然後有正的知見啊 我們意啊 就很沉 沉意啊 那個意啊 自然很沉 那意啊 很沉的時候啊 心就正 那一心正啊 我們所做的事情啊 都符合真理 那心正的 那心正正的 身就修 喔 所謂橙以中啊 就行以外 你心裡面很沉 外面呢 自然呢 也就能夠把那個成啊 表現出來 所以啊 生了就修了 喔 你生修了以後啊 家就齐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 最重要的就是身教 在家里的话 你这个身教非常标准 那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你的先生 这些他一定 效法 绝对不会偏 所以这个家就齐了 那齐家以后 就可以治狗 那个古时候的狗 是一个团体 一个团体叫一个国家 那整个团体就可以治理得很好 然后团体治理好了以后 就可以平天下 天下太平 所以座就是在 我们那个格物 格齿物意最重要的 那个根源 我们把它格齿物意的 根源已经清静了 回到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怎样呢 就成就了 所以这个大学里面就有讲 那个曾子说 这个拾木手势 拾手手指 其远乎 有没有 有没有练过 那个拾木跟拾手什么意思 不知道啊 那个拾哦 就是我们贤官啦 就是我们佛性啦 所以拾木手势 拾手手指 手势手指 他就讲 我们手看的 手去指的 全部呢 是宇宙整个虚空的 非常大 所以才有 盛其毒耶 有没有 大学里面啊 有没有盛其毒啊 有没有 那个是毒哦 就是毒一无二 我们那个不生不昧的佛性啊 就是毒一无二 我们要呢 盛其毒 这个毒一无二的哦 要了解到 它一发挥出来 我非常的广泛 所以我们要呢 这个哦 盛其毒 所以呢 我们把那个哦 大学开类的哦 再讲我们佛性的部分呢 把它讲出来 听得懂吗